圆梦大师钥匙都不会玩的三位S级忍者 绘图转生这个忍数让钥匙都在第四次人界大战中拥有了左右战争胜负的资本 无数死去多年的强大忍者都沦为了他的棋子 钥匙都可以让他们挂机自主战斗 也可以随时上线将他们便承受自己任意操控的亏连 最后连班这样的传说级忍者都落入了他的手 还有小组织绝大多数成员 也正是因为如此 带土不得不选择答应他的合作请求 不过钥匙都集齐这些强者可是花费了不少精力 想要通过绘图转生将王者召唤到现实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 还需要他们的遗体物质作为引擎 可由于很多强者死去后身份早已难以分别 所以钥匙都大多数时刻也只能盲猜 运气好的话就能转生出想要的忍者 运气不好就只能得到一个小杂力 可见能集齐这么多超级强者是相当不容易的 不过钥匙都也用他的经验告诉了我们 即使幸运得到很强的忍者 不会玩一样没用 照样惨输 这也是钥匙都在第四次忍戒大战中的弱点 每次通过自己的棋子看到喜欢的猎物之时 他总是按捺不住上线操作一把 可结果无一例外全失败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钥匙都不会玩的三位S级人者吧 第一位 长门 因为生前得到过与之波斑的轮回眼 所以被绘图转生后的长门同样拥有轮回眼 掌控六道之力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钥匙都手中王牌中的王牌 生前的长门由于双腿残废行动不变 所以他是通过远程操控六个佩恩进行战斗的 本体反而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因此需要小男保护者 不过绘图转生后的长门拥有了无限查克拉 虽然走路还需要诱服着 可是一战斗起来却是相当猛 佩恩六道的能力全部集中在他一人的身上 各种通灵兽 诡异的招式层出不穷 在大战战场上 原本钥匙都也不知道用他和又来干什么好 只能让他俩前往支援其他地方的战斗 可没想到居然碰到了九尾人助力名人和八尾人助力奇拉 钥匙都差点就兴奋地大叫 戴土不息发动战争也要得到的两人竟然先撞到他手 如果这个时候他悄悄将八尾和九尾一起捉了 那毫无疑问他就是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所以为了保稳 钥匙都直接上线操作了 他控制着长门和又分别攻向奇拉比和名人 不过打到一半的时候 钥匙都失误控制又用出了万花筒 导致名人体内的别天神乌鸦直接苏醒 又当场中了保护木叶的幻属脱离控制 钥匙都只剩下一个长门可以玩 不过钥匙都还是很兴奋的 止水的眼睛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意外之喜 而且长门六道合一 战斗力极强 同时对付名人和奇拉比依旧显得游刃勇 而且最后也只差一 钥匙都就可以控制长门一炮 将名人和奇拉比封城半死呆走 可这个关键时刻摆脱控制的又加入战斗 将被困的两人救下 面对右 钥匙都心里可能有些没底 所以没有过多考虑直接用了大招地暴天心 玉图将所有人都封印在地暴天心中再说 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一招的弱点 前摇时间长 中心引力点容易被强力远程攻击攻破 而恰好他要对付的这三人 都是具有大杀伤性的远程攻击手段的 所以钥匙都还没反应过来 又已经带领名人奇拉比完成反杀 长门在爆炸的白光中失去视野 被又抓住机会用十拳一键封印 钥匙都直接惨输 我觉得不放大招慢慢打 即使同时面对此时的诱惑奇拉比一级明远 用长门对战也不一定会输 虽然也赢不了 但是可以等增远 而现在他只能垂胸顿嘴 都怪长门这家伙行动不灵 钥匙都不会玩的第二位SC忍者 三代雷影 三代雷影同样是钥匙都手中最为强大的一枚妻子 他生前就号称拥有最强之矛和最强之盾 属于攻防一体的忍者 加上绘图转身之躯的恢复特性 三代雷影变得无懈可击 雷盾护体一速爆炸 地狱突刺分分钟破坏万里土流地 肉身硬接螺旋手里剑只是轻伤 这样的三代雷影生前可是拥有着极其光辉的战绩 从金银兄弟手里夺走琥珀镜瓶 最后击杀了金角 八尾暴走时他还和八尾直接肉搏搏 跟牛一样的八尾拼体力拼成平手 他的防御更是连尾兽欲都伤不到 五代雷影打鲁伊的黑雷还是他发明的 三代雷影认为自己人生唯一的耻辱 就是自己把自己伤到 给自己完美的肌肉落下了一个闪电状的温身 最后为了掩护同伴撤退 跟一万个敌人大战三天三夜才立即而死 当年的二代火影可是面对二十个敌人就被干趴下来 人界大战中仅是绘土之身的雷影表现依旧强悍 万军从中过 隐隐带有羽制波斑的气势 而为了让三代雷影发挥出超水平的战斗力 要是都干脆上线亲自操作 巧的是这个时候 名人的一个分身赶来支援联军吗 之前钥匙都控制长门对付名人本体的时候 他一直认为是因为右的捣乱和长门的行动不便 导致他输了 这次对付的分身总该没问题了吧 然而钥匙都还是输了 以为三代雷影的防御是无坚不摧的 可他没想到名人居然找到了本 遗子之矛公子之盾 利用三代雷影自己的攻击将自己的防御撤破 等钥匙都反应过来之后 他的这颗强力棋子已经被封印了 钥匙都有些不服气 最后他还打算让一些小杂鱼忍者去破坏三代雷影的封印 可惜再也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如此强大的三代雷影也被用飞 这下钥匙都应该会怀疑自己的操作水平了吧 钥匙都不会玩的第三位S级忍者 前八位人朱利夫卡伊 惠图转生一个没有尾兽的前人朱利是没有意义的 毕竟尾兽是唯一的生命体 并不能像血轮眼轮回眼那般 生前只要移植过 被惠图转生后也拥有移植的能力 对于这一点钥匙都自然是相当明白的 但他有杀手锦 大蛇丸给他留下了一截巨大的八尾角 这是当年大蛇丸利用八尾细胞培养而来的 当年他冒险偷渡进云影村 从福凯一体内悄悄放出八尾 虽然大蛇丸也想直接偷走八尾 可是他也明白以自己的实力自然是办不到的 只能偷点细胞自己克隆一个 只是最后这结果让大蛇丸有些无语 小八尾没培养成 反而培养出了一只越来越大的八尾角 虽然那时这对大蛇丸并没有什么用 可如今的钥匙都已经找到了他的用法 他将这只八尾角封进了福凯一体内 让他成功拥有了伪兽化的能力 而目的就是为了去抓针八尾人助力 福凯一生前是奇拉比的老师 面对徒弟 师傅总是有优势的 而奇拉比遇到他之后也认为自己没胜算 毫不犹豫转身就逃 这次钥匙都可能是受到之前接连两次失败的打击 所以对自己的操作技术有些不太自信 干脆保留了福凯一生前的所有意识 让他直接跟奇拉比进行战斗 初次交手 福凯一可谓占尽上风 和八尾化的奇拉比一对一硬钢 他也完全没输 可这次偏偏就出错在钥匙都放开了福凯一的意识 福凯一在看到自己的徒弟奇拉比的成长后 弥补了曾经心中的遗憾 对这世间再无牵挂 主动解脱了绘图转身的控制 灵魂升天 钥匙都当场傻眼 没抓到八尾还白搭了一只珍贵的八尾角